在上一节沙俄覆灭记,我们介绍了二月革命成功以后,这个临时政府成立,但是呢,临时政府呢,缺乏对民众,对整个社会的真正的控制力,因为这后边还有一个组织,这实际上就是苏维埃,就是彼得哥勒苏维埃,那么这个彼得哥勒苏维埃呢,它实际上是起源于1905年,1905年那一次大罢工, 当时呢,所有的这个彼得哥勒的工人就成立了一个罢工委员会,那个罢工委员会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当然在1905年被这个,所有的这种,呃,这个反叛的活动整个被镇压下去以后,这里边的很多的领导,这个,呃,当时的彼得哥勒的这个苏维埃的领导也被抓起来了,流放的,包括托罗斯基,所以呢,这些,这个组织呢,基本就是消失了, 但是到1917年二月革命成功以后,这段时期,他们又出来了,重新又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实际上就是和1905年不一样了,因为这一次成功了嘛,二月革命成功了,那么这个,彼得哥勒的苏维埃,实际上就是后来成为, 十月革命的这个主体,我们看看这个,这个苏维埃是怎么成立的,或者这个苏维埃是怎么样一个演变过程,啊,这个苏维埃的结构呢,实际上在这个, 1917年二月革命成功以后又成立了,各地也都逐渐出现了类似的苏维埃的组织,我们先主要以彼得哥勒的组织为中心,来讲一讲, 1917年二三月十二号前后,这苏维埃呢,已经开始有他的自己的那个组织,又重新开起来,然后就开始开会, 开会呢,实际上就在当时他的杜马的那个,那个,那个Towerite Palace,那个Towerite宫殿里面,杜马的那个位置,在那开会, 这个他的主要的成员呢,当时就是这个主要的,就是被这个苏维埃的主要的组成的,所有的这个底层的成员呢,就是工人, 水兵,工人水兵和和这个陆兵,就是士兵,OK,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一起宣誓,我们要向苏维埃这个, 啊,啊,啊,就是效忠,那么这个这里边呢,随着这个,苏维埃的成立呢,就有几个关键人物就出来了, 一个就是Karinsky,我们后边会介绍他,他是临时政府的后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一个人物,啊, 他呢,在这里边呢,他实际上是属于苏维埃的,在早期是苏维埃里面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苏维埃呢,本身呢,很快呢,因为他有很大的一个组织,又成立了一个这个临时执行委员会, 那就是苏维埃里面的更高一层的人少的这么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实际上里面的成员呢, 刚开始有六个孟什维克,两个布尔什维克和两个社会革命党, 还有五个其他的这个,这个知识界精英,而这个工人呢,supposedly, 这苏维埃,supposedly,都是工人代表,士兵代表, 但是这个执行委员会,这等于是他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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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董事会一样, 里面实际上并没有工人,也没有士兵,实际上这都是, 刚才讲的这些人都是socialist,都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那些知识分子精英, 是他们组成了这个这个核心的执行委员会, 而他的第一次代表达会也是这些人关键的, 实际上呢,在这个执行委员会里,一个工人代表都没有, 所以就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这个sovii, 从这一时刻,他的决策层已经脱离了工人和士兵, OK,就实际上都是一些这个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理念的这些社会精英, 包括这个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些社会精英, 而没有真正的当时的这个工人和农民和兵和这个士兵的这个真正的代表进入了这个精英层, 而在这个sovii,他这个临时的执行委员会开会的外边, 满街都是sovii的成员, 所谓这些执行委员就是,大家都是没有, 这里没有一个很严格的组织概念, 就是所有的人都说我们是为了一切听sovii, 所以呢在这个杜马的这个宫殿外边, 满街都是,都是这几万人, 两万五千三万人,这些士兵,这些工人, 因为这个二月革命成功了嘛, 大家都在庆祝,在那喝醉了酒, 然后晕头转向, 实际上很多人呢, 有的人知道是sovii形成了一个代表, 他们的这个临时委员会, 有的人根本连这件事都不知道, 只是在那庆祝,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就是这个底层的这个sovii的这种选举过程, 实际上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就是很混乱, 就是一大群, 一个大杂烩, 就整个一堆人在里面在那, 乌泱乌泱在那, 在那这个谁想说话就站起来就说, 互相就是看谁嗓门大, 谁就能把对方给嚷下去, 实际上在列宁在十月里面, 我们也看到一些类似的这种景色, 当然这种场景就是一屋子人在那一起喊, 实际上在那法国大革命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里既没有一个正式的议程, 也没有认识的会议程序, 会议记录都没有,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sovii的这个, 这么一个庞大的松散的混乱的组织, 就是一个大家什么有什么都可以说, 因为这是民主嘛, 自由嘛, 开放嘛, 所以基本就是说很多情况都是一起, 大家一起在那儿嚷, 也闹不清这到底是谁的声音大, 到了这个1917年3月底的时候, 这个彼得哥勒苏维埃已经有3000多个, 3000到4000个成员了, 那这些成员都是很松散, 就是等于是不一定很严格, 他参与了这个sovii到底能做的什么, 他只是说有这么一个松散的组织, 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加入, 就等于是一个工人党一样, 那么这里边呢, 这个3000多人里边有2000多是士兵代表, OK, 我再重复一遍, 2000多是士兵代表, 而实际上士兵和工人的总人数, 在彼得哥勒的人数的比例是3到4比1, 就是3到4个工人比一个士兵, 所以士兵的人总人数只是3分之1, 4分之1, 可实际上在这个这个sovii里, 他却占了百分之六十几, 百分之六十六, 不三分之二的比例, 换句话说, 士兵在这个sovii里的比例是非常的非常的高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使这个sovii底下的底层的这个成员呢, 非常的松散, 非常的不确定, 非常的流动性很强, 非常混乱, 然后呢, 到底谁组织上到底谁听谁的, 是上下组织这个决策过程根本就不清楚, 一切实际上都是到那个上面那个临时的那个执行委员会上, 也没有固定的程序, 每一个人呢, 就是说在这里唯一能做的就是扯大嗓门, 在那自己讲到自己说的话, 而sovii本身呢, 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混乱的结构下, 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成为了布尔随克列宁利用的这么一个组织, 因为这个组织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兵, 有很多工人, 当然最多的是兵, 所以列宁在这上抓得很准, 他就是抓不住了你拿枪的这些兵, 而这个, 而真正的这个sovii里面顶层的真正的决策, 就是我刚才讲的执行委员会的这些成员, 他们和他们各自所在的党派, 布尔随克, 孟什维克和这个, 和这个社会革命党的本身党内部的高层的一些决策, 尤其是他的这个临时执行委员会里这几个人, 那么这几个人呢,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呢, 就是等于他的决定, 完全就是高于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士兵的, 底层的那些人的这个政治上的声音, 完全被这些人给控制住了, 因为最终决定是他们定吧, 底下你那些工人或者那些代表, 你嚷来嚷去, 最后决定不是由你来定了, 尽管呢, 我们知道从二位革命的过程, 我们看出来真正的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些士兵和这些工人, 使这个沙皇被推翻, 而不是这个临时委员会里面这几个激进派, 这几个社会精英, 他们干的, 真正干的是底下这些暴力的工人和士兵干的, 但是呢, 而且呢, 他们声称呢, 我们苏维埃是代表你们的最高利益, 就是我们的这个苏维埃临时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代表你们这些苏维埃的这些成员最高利益, 实际上呢, 从他的结构上你能看出来, 他并不可能真正代表他们, 但是他们成了被操纵, 底下这些人成了被操纵的对象, 而这个执行委员会本身, 他一开始, 他就已经做出一个很清晰的决定, 就是我们不参加临时政府, 这个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 我们不参加临时政府, 而变成一个我们更加现在呢, 是扮演一个独立的组织的角色, 然后呢, 我们可以对临时政府提出要求, 然后这个要求基本就是我提出来, 他也得听, 因为我们有实力, 我们有手底有这么多人控制着, 而临时政府必须听我们的, 但是我不参加临时政府, 到了1917年的4月份的时候, 彼得哥的苏维埃, 里面的主要成员, 基本就是都是社会革命党, 孟什维克, 早期呢是没有布什维克, 后来有了布什维克, 但布什维克在这里, 也没有办很重要的角色, 而这个苏维埃的这个执行委员会, 他们实际上在这种前提下, 在刚才的这种组织结构下, 某种意义上, 他们扮演了杜马的角色, 就是你的PG呢, 你的这个临时政府呢, 你是执行部门, 我们那是等于是立宪立法部门, 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在这立法或制宪, 他只是在旁边, 就是提出他的要求而已, 特罗斯基在早期的苏维埃, 也是一个核心人物, 实际上在这个加入布什维克之前, 他就是一个核心人物, 执行委员会很快呢, 在后来这几个月就从原来的十几个人, 一下子扩充到了九十个人, 而这九十个人呢, 又从中选出了二十四个永久性的政治局, 有点像苏联的政治局一样, 就这二十四个人呢, 实际上就成为了这个苏维埃的一个最核心的政治局成员, 而苏维埃本身呢, 在当时呢, 对各地的苏维埃组织呢, 控制实际上是很松散, 他只是控制就是这个皮特哥拉苏维埃, 只管他自己, 各地呢, 就按照这模式也是照葫芦画表, 各个小城小镇这种远城, 都开始变成自己独立的这种苏维埃组织, 而这苏维埃组织实际上, 各地呢, 就是各地实际上工人也不多, 就是等于以这个苏维埃的名字吧, 就是我们成立一个独立的, 某种意义上是像一种各地的独立政府一样, 带有一定自治的那种感觉吧,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像苏维埃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他不参与政府, 参与参加这个临时政府, 而临时政府呢, 这个就是等于治理这个国家, 领导这个国家的正式的政府, 临时政府来执行, 而这个, 而从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临时政府, 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实力, 真正的实力在苏维埃, 因为苏维埃底下几千个人, 代表都是这些拿着枪的, 拿着家伙的这些士兵和这些工人, 而这些人是在这个, 尤其在圣彼得堡, 在这个彼得哥勒, 是当初可是推翻沙皇的呀, 这些人都是, 都是这个, 可以做出大的变动的人, 他有暴力嘛, 他有暴力手段嘛, 那么苏维埃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呢, 就基本上说, 严格来讲, 他对军队有控制力, 他对所有的铁路, 因为那些工人对铁路有控制力, 对邮局系统, 对电报电话系统, 他都有控制能力, 苏维埃是控制了这国家的, 运输交通通讯和军队的命脉, 因此呢, 从某种意义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可以, 对这个国家是否产生暴力, 以什么样的方法去暴力, 他可以控制这些暴力手段, 因为这里有兵, 有工人, 所以他实际上是十权败, 那么这个大部分的工人, 和大部分的这些士兵, 本身呢, 也效忠于这个苏维埃的这个组织, 而这个临时政府呢, 在这时候呢, 只有尽管是政府, 但是他只有听苏维埃的, 尽管苏维埃自己没有参加政府, 所以这些工人和士兵成员, 苏维埃的成员, 在他们眼中, 他们的领袖, 他们的这个, 这个服从的, 就是服从苏维埃, 而这个临时政府呢, 只不过就是说, 他的权力完全是苏维埃允许的前提下, 才行, 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第一个, 第一号令也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号令苏维埃发布的第一个号令, 就是军队的这个整个军纪, 彻底的被打乱, 因为军纪就是不是, 你不是听你长官的, 而是听上面的苏维埃说的, 然后呢, 这个临时政府给你下什么号令, 你得听是不是苏维埃同意, 不同意, 你作为士兵, 你也不能听,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使这个什么苏维埃, 从严格来讲, 有否决权, 就是当这个苏维埃这个组织, 尽管不是临时政府的这个政府的一部分, 但是他对军队有否决权, 那么这个否决权实际上, 从各个角度, 从逻辑上来讲, 任何有否决权的一个组织, 实际上就是最高权力, 有否决权就是最高权力, 因为你我什么都可以不同意, 你不听我的, 我就不同意, 那不同意, 那你就得听我的,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是苏维埃从表面上看不是政府, 但实际上他有政府, 政府就是这个临时政府, 没有的那个最高权力, 而苏维埃这些领袖们, 这些领导们, 本身呢, 就成为了实际上的最高的权力掌握者, 但是为什么这样, 他们仍然不去, 不去这个, 变成这个临时政府里面的最高掌权人, 至少在刚开始, 是因为这里面的大部分人, 苏维埃的这个, 彼得哥勒苏维埃里面这些大部分的这些领导, 领导阶层, 本身呢, 过去在杀谎期间呢, 都是在地下缝里面藏着的人, 都是整天就是被沙皇这么抓那么打的这些人,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流放的过程, 在监狱的过程, 在躲躲山沉, 在藏的这个地下藏的地方进行反对沙皇, 所以他们的生活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在明面上过过, 对他们来讲呢, 这突然革命一下成功了, 他有点无所事事, 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 不知道自己怎么下一步怎么做, 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当过真正的一个政府官员, 管理一个国家这个经验和这种格局, 他都没有碰到过, 而这是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刚才讲了, 执行委员会里那些主要的成员, 都是社会主义分子, 都是马克思信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 这个知识界的精英, 而这些领导的高层的执行委员会的这些人, 严格来讲都是书生, 而他们看到的就是这底层的这些工人, 这些士兵, 加上这个社会上的平民暴民, 实际上是杀伤力非常大的, 他们一旦闹起事来, 不是一个简单的推翻一个政权的问题, 他可以打砸抢, 可以去杀人放火, 然后搞大规模的破坏, 这个在沙皇倒台的时候, 商业就显得很轻重, 所以他们在这里面有一点点心理发颤, 就是我们要是当了这个现在政权一下, 由我们来管理的话, 这帮人如果要掉个头来, 矛头指向我们的话, 那我们有可能就是随时有可能也会倒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看到那些暴民在街上进行施暴, 进行打砸抢的时候, 这个后来历史家的描述, 他们自己手都开始发抖, 他们的这个嘴唇也脸色发白, 然后眼睛也是就是慌里慌张, 他们自己都有点害怕, 就是这个他们领导的这些底层的暴民闹事闹大了, 然后血腥的又打又杀的, 他们自己都害怕, 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 他们害怕什么呢, 如果他们进入了这个临时政府以后, 去成了权力的这个关键的掌控人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就是社会中有可能出现一些, 反对他们的这个势力, 甚至有可能从他们领导的这个苏维埃的底层的这个民众中, 暴民中出现一些反对他们的势力, 甚至有可能会发生国内战争, OK, 他们如果掌权的话, 他们对局势的掌控实际上非常的心虚, 缺乏的缺乏自信心, 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稍微不小心的话, 这底层的这些暴民, 这些这个二月革命造反以后满街的这些暴民, 随时有可能掉过头来, 把他们当做这个攻击的对象, 尽管这些人是他们把这二月革命可以说是成功的主力军, 但是这些主力军谁知道最后关键谁能够把他们控制住, 所以由于这些种种原因, 这个苏维埃的这些领导层就决定, 我们呢现在呢还是让这个由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政府这些人去领导这个下面的国家政权, 因为当时这个资产阶级小资产波抓Z这个临时政府里面的人很多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财产背景的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这个情况, 首先苏维埃是不想去当做权力的最高掌握人, 尽管它实际上有, 有这个权力, OK, 那么临时政府呢是原名义上是最高的权力掌控人, 但实际上临时政府缺乏底层的这些暴民和广大的民众的支持, 那么这个临时政府呢只能和苏维埃共同呢, 这个分担这个权力的实际权, 而实际上苏维埃是真正的最高权力, 尽管它表面上不什么, 而临时政府呢, 希望通过和苏维埃的这些领导人建立一个短期的联盟, 然后断短期的联盟以后呢, 使这个什么呢, 使他呢能有一个真正的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 而这个苏维埃里边, 除了布尔隋克以外, 我们说了还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而这些人呢本身就是很清楚, 他们本来不想去掌握实权, 而那个布尔隋克呢后来呢, 实际上他是要掌握最高权力, 像列宁似的, 但是他认为这个最高权力不是跟这个临时政府这帮人去那掺和, 我们要弄我们就把临时政府推翻, 所以实际上列宁的角度根本不是说是我参加临时政府, 而是我要把临时政府推翻, 然后一切由我一个人来, 而临时政府在这个时候呢, 对苏维埃的依赖, 主要就是吸赖他们能控制住这些工人, 这些士兵, 这些农民, 这些暴民, 希望这些人呢能够别要求太多, 最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们, 所以这样两个机构, 临时政府和这个苏维埃呢, 就形成了所谓的dual power, 就是双权权力机构, 一个是名字上权力, 另一个实际上权力, 而这个什么呢, 而这个这样一个双权力的机构呢, 就使这个整个当时的权力机构非常的, 非常的不稳定和不明确, OK, 不稳定不明确, 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是, 严格来讲是有条件的支持社会革命党, 刚才讲不是支持临时政府, 孟什维克呢, 这时候呢已经到了20万, 他的成员已经增长到, 到1917年9月份的时候, 已经有20万党员, 孟什维克, 而这个社会革命党呢, 就更多了, 孟什维克主要是马斯斯主义社会主义信奉党, 他实际上是跟列宁他们没有本质上的太大的区别的, 他就是要信奉共产主义, 孟什维克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党败, 然后呢在他们眼里呢, 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阶级革命, 最后这个变成共产主义乌托邦, 这是孟什维克, 那社会革命党呢不是那么高要求, 但社会革命党人数更多, 他有一百万党员, 他当时是最大的一个组织, 他的主要要求呢, 他政治主张就是我们要这个把这个土地给分了, 他是一个农民党, 把土地分了, 然后让这个所有的人呢就都有一块土地, 然后整个的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可以说是个农民党吧, 让他也是很激进的一个党, 而这样的这个这种Dual Power, 这种双权力结构, 基本可以简单的说, 苏维埃代表了无产阶级, 代表了工人和代表了士兵, 而临时政府代表了小资产阶级, 而临时政府呢从原则上有权力, 而苏维埃在实质上有权力, 然后呢他控制着所有的士兵, 所有的工人, 所有的大部分的市民的这种走向, 换句话说, 他们控制着暴力的走向, 他们可以决定这暴力往谁那去发, 显然苏维埃是强势的, 那么苏维埃的领袖们, 苏维埃的首领的领导们, 对这样的一个双权力结构,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们在这里掌握着实权, 但是又没有责任, 这个最具体做什么事我不管, 但是我有否决权, 我可以让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但是呢出娄子了我不管, 没我的事, 而这个临时政府呢正好调过来, 他没权力, 但是呢出什么事, 他责任全在他身上, 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非常, 非常的混乱的结构下, 马上就是下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必须大家都要去想清楚, 一个别忘了, 这是1917年, 二战还, 一战还没结束呢, 一战还正尽管俄罗斯打得很惨, 但是俄罗斯仍然是这个参战方的一个成员, 到底这仗还打不打, 俄罗斯是否接着打这一战,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社会革命党要求要什么土改分田地, 打土豪分田地, 要把地全分了, 这分田地这件事是不是要现在开始, 还是要再等一等, 这两个事实际上就成为了这个临时政府后边最挠头的两件事, 而这两件事呢, 恰好他处理的都不是非常恰当, 造成了布尔隋克有机可乘, 把他们给干掉, 这个呢, 我们下一节呢, 首先先讲一讲, 这个参加一战是否继续参加一战, 这个事情, 我们下一节接着讲。